好 主观众 但一关心到的是生计股王 也就是前康有制药的董事长黄文烈 他是涉嫌以不实的财报来吸引民众投资 并且是非法吸金了201亿元 那他在2020年底的时候潜逃出境 后续遭到了北柬通气 也在好不容易在上个月的时候 在泰国已经遭到了逮捕 那他们呢 也在今天被押界回台 那他搭乘的班金呢 就大约在4点左右抵达了桃源国际机场 那么呢 戴玲来替一下稍早的访问 期间他也大量的出托持股 然后来相对成交炒股 从这个股价从300多一路涨到500多 那从这个台湾的资本市场 总共榨得了201亿多元的这个现金 那么黄文烈在109年案发前就潜逃出境 那最后在本局驻泰法务秘书 以及刑事局移民署驻泰秘书的这个切尔布舍之下 配合泰国移民局在今年5月的上旬 终于在泰国逮捕了黄文烈 好 那么呢 黄文烈一路呢 从2020年底潜逃出境之后 一路是逃亡了三年 从台湾到新加坡 再到英国 还有最后到了泰国 一路逃亡了三年之后 中间还经历了换护照 那么在刑事局协调泰国警方之后 终于顺利逮捕人 那么之后呢 这件案件也会交由台北地检署 以及台北地院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现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立刻上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